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星期五 胃眼看猶金回 继续有Stella跟我们回答问题 刚才有些问题都已经是 我们提及了 例如金是如何走 美元是否强势 到了订阅 都已经提及了 有人问欧元后市如何看 未去提及准确的位置 看看Stella提供给我们参考一下 其实欧元刚才也提及了 因为在美汇指数的成分比例中 欧元佔很重 所以当美汇指数要向下的时候 欧元很自然就要向上 只不过究竟能够升多少 在现在这一刻 其实欧元当然是横行 在1.12水平中横行 其实它有机会反弹到1.1650至1.1750的水平 因为美元要下 但问题就是欧元走势时 也不能够升得很强 所以你遇到一个 就是一个横行区 只不过是偏强的意思 但是如果未有仓 也不需要太急开仓 如果未有仓 想持货的话 其实可以下到1.12水平 之下就可以考虑欧元 好的 另外Angela就问 如果美国息率可能是到定 是否等于香港加息压力也低了呢 你想想 美国过去加了九次息 香港只加了一次 所以如果不加 就更加没理由自己去加 是的 其实香港是 与业策息是偏低的 因为香港是一个 与美金是固定的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美国加息 香港要加息 因为你会有一个息差 令到那些人 会沽港元去买美元 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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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那个 港会 已经跌至7.78 总之差15点 去到7.8 即7.85的地方 根本就是要联络 我们经常担心 如果港幅继续不加息 如果港幅继续不加息 那些人便会沽港元去买美元 港元沽有一个压力的时候 因为同价美金掛勾 金管局便要不停地扔钱出去 做一个干预 金管局便说自己很有钱 但原来去年的 英特兴实 已经用了一千亿亿 根本是一千亿亿 你想想 如果金管局没有钱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 如果美国加息 香港百分之百 是有这个压力 只不过 如果美国不加息 见了顶 香港便没有这个压力 至少不用担心 人们去冲击港元 那人仔呢 人仔其实不同 因为人民币是没有 没有挂钩 没有挂钩 所以不需要说 美国加息 他一定要加息 但最近的数据 显示就是 外汇储备金 是不少更多的 即是说 人仔也没有 没有早前2015年的流失 那么恐怖 所以你见到人民币上升了 所以现在人民币 就算谈不上 暂时也未知谈拼得好 都不会因为这样 而影响香港人仔走势 是吗 其实人民币 今年来说 它一定会偏强少少的 原因地方 之前也说的地方 就是因为 去年六月开始的时候 人民币立即出现了大跌 就是因为美国 要收取中国的关税 所以中国将人民币贬值的时候 就抵消关税 同样地就是 它可以将美国的产品进来的时候 是因为人民币贬值的时候 令到一些产品贵了 即是一种对类 即是一种打仗的工具 但是因为今年 大家要释出善意地去谈 如果人民币再将 即中央人民币去推跌的话 那你怎样释出善意 对不对 所以一定人民币 要站在稳定水平的时候 跟美国表示示好 地方就是说 我们真是有心谈的 我们不会说 一边谈 我们将人民币贬值的时候 就逼你一定要跟我们谈 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们真是 去回一个合理水平 当然 中央这样做的时候 有两个好处的 第一就是释出善意 第二地方就是 它也不用担心 就说是跌到某个水平的时候 例如跌穿7元 那样 变成担心 资金时 会快速流走 变成担心 其实也有好处 有不好处 就是好处就多些 不好处的地方就是 他们出口实际上 硬食了美国的税 既然香港的拆息 是不受到美国的压力 因为美国可能不再加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早前楼市的调整 那个导火线很可能是由于 息口突然间飙升 除了它这么多年 升了五代 未回过之外 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没有压力 那供楼的负担能力 就比以前更好 不可以比以前更好 就是没有更惡化 你觉得楼市的调整 会不会又暂停 只不过没有跌得那么快 因为那种情况 现在不是回头 现在只不过暂停 所以变成是 而且供应又多了 你说供应又多了 再加上这些地方就是 其实买房子的心态 其实是很人云亦云 很一个阳云心态 大家用屋风去买的时候 就怕自己买不到 但是近期出现了一个回落的时候 大家觉得可以说一下 不用这么心急 还有将来有很多盘 会推出出来出变 有这个好处在这里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我相信现在香港的楼市的时候 其实会很情个别发展 因为很多新的楼盘推出的时候 太小单位 是银码不大的 即是纳米楼 一百多尺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想一下地方就是 是否虽然那些银码很小 但是是否要买这样的劳房 但是有些楼是跌不到的 例如有十多二十年楼龄的楼的时候 它们相对性的内拢 空间的楼 其实相对性是宽敞一些 因为它们不是新楼 所以那些的楼市 也不会太贵 所以可能这些楼的时候 有机会是会站得比较稳一点 但是新楼的时候 就会担心可能会跌 当然如果有些旧楼 是说又是很威士世间的 但是又不是新楼 那些楼会跌得重要 简单一点说 如果譬如有个人有钱 由于是想着有息口加 不如存钱 现在就没有了 没有加息的机会 那倒不如去买楼收租 又是想的 买楼现在收租 其实只是两厘正式而已 就是仍然是不值得博 因为你升 有机会就是升 升值是机会小了 升值机会小了 回报率又低了 如果你的心态 是想着拿着一些钱 去当收租 不如简单单直接去买股票 你看到近期 地产股的息率更高 那些价格是升得很厉害的地方 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想 就是说 如果我的钱摆在这儿 我打算收租而已 但是买楼好像有风险 便全部都拿到它的价格里 那会否租给人的房子的业主呢 一到期不如交鸡 卖掉它便去买股票 这件事其实很看个别的喜欢 因为这件事 就是现在你已经有现金在手 我不是走着层楼的话 那你就根本毫无疑问 很多人都走去买股票 如果走着层楼的话 其实你要卖的话 又不一定让人交鸡 很多人都是连租客卖的 卖较便宜一点 不一定看你什么区 其实我觉得是 有些分钟以前好的时候 房子都不用看就卖出的 是 其实说一句 现在很多大型屋院 其实间隔差不多 譬如你说有租客在那儿 不让看 其实说一句 现在很多时候租客又不是 真的收得那么厉害 很多时候都会说 总之你夹多时间来看 没什么所谓 总之你不要整天要去看 是 骚扰过分 所以说 其实有些是差不多的间隔 差不多差不多的时候 可能经纪都会让人先看 到接近觉得的地方就是 接近拍板 我也想看一看 最后是怎么样的 可能才会认识租客 可以方便你去看 所以我觉得有租客 我又不认为 真的卖不出 但是那些利益市的资金来源 收入 很多在商场部分回来 是的 除了住宅楼宇的市道 好不好之外 如果我去考虑买利益市 或者一个人去考虑买利益市 其实都要看商场的零售市道 好不好 要不然它不好 它就不能加租 那就是收入会少了 因为其实你现在香港的消费 不一定全部都在香港人身上 是的 有很多在内地 香港人 人民币强 是否下来多些买东西呢 会 而且你香港人口只有七百多万人 但是你香港地的流动人口 那个数量的指数是 是二千多万的 那你其实就不能只计算 香港这么小 或者香港人的 没什么加工 消费能力低 就不能只计算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乐观是吗 商场上的 商场那些一定是乐观的 即是会预期都会有加租到期 加但未必会加很多 但总之根本就是求稳定 即不只是大桥附近那些 大桥那些分野 其实我也不关事 譬如好像Element 擠爆了那些商场 譬如好像Element 有了高铁 我亲身去看过的地方 就是高铁站里面有很多人 食堂局也多人 那是西铁站 那是高铁站 高铁是属于Element 是的 那就是高铁站里面有很多人 食堂局也多人 但在曼宁都可以多人 但你去到其他整个商场的其他地方 就不见得多人 所以你看到就是 另一个电影院也要倒闭 是的 他没有时间去看电影 是的 所以说一句 如果那些人是否真的没有时间去看电影 其实如果你预算去看电影 你可能会做早 有机会成本 是的 但问题就是 你可以想象到 其实是否真的会益到这些地方 反而就是便宜的东西 一些真的需要品的地方便可以益到 相关这些香港的问题 就有一个Coin Ken Comment 想看Stella看看大市怎么看 我想告诉她究竟买股不买市 还是买股来说 买哪个板块好呢 现在的危险率涨了这么多 很多只都涨了很多 我又不太敢买 因为每只都涨破历史新高 所以如果你说 现在有什么板块可以涨 反而我觉得手机设备股的板块 其实近日开始回升 我觉得其实是由得去 因为它所谓的近日开始回升的时候 都是在底部刚刚刚转角向上 其实是可以涨破的 跟Apple在中国减价有没有关系呢 因为减价即是促销到 手机设备股 最重要的是 那些手机设备 它们是否只是给Apple 其实一上很多都不是 现在最近的数据出现 内地的销售最高就是华为 然后还有其他Apple排第四 其实就说如果你的手机设备 一些产品 其实是你几款手机都有用的 都要卖给他们的话 其实Apple是否真的跌下来 也没有什么所谓 那在这方面 王伟刚问2382 信誉光学是正在升 因为光学设备 什么手机都合用的 是的 没错 信誉光学明显地 是刚刚起步转角向上 所以是绝对值得去买的 今天虽然做一点点回套 其实我觉得今天是 跌了两天 是的 没错 因为它要做回套 这麽奇怪 跟大市不同 都跟大市同步 其实当它回到78元那些地方 75至78元之间 其实就可以考虑买入 这时候它做了一个原底向上 由去年10月开始的时候 至到今年1月它就见底 之后是一个原底向上 现在是要做回套 但下去75至78元之间 其实就可以再产力向上 有一个新鲜意 如果你说美元会回 现在买什么外币做定期 教你上 以及上次说 港股已经上升轨道 不是再熊市 可以上望什么位 其实第一阵差不多到 就是29000 我们之前看 这阵二十八千多 其实可以当是到 等它回套 但如果你说美元要下 其实买什么非美货币好呢 当然刚才提到的地方 就是美元要下 一定是看欧元的 但我反而建议买加指 因为石油好 是的 没错 我觉得虽然在美货币上 价子上没有什么占 成份不太关系 但价子图上 明显地做了一个 穿头破剧的信号 就是月线图 做了一个穿头破剧的信号 由跌变升 由跌变升 所以买价子就是最好 好的 买价子做定期 现在是什么释口 现在是什么释口 真的不知道 即是 做定期就可以做一个月 三个月 是的 没错 好的 我们都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的问题 还有希望再和大家说一声 今年赚多点心想事成 多谢Stella 我是 拜拜